这里是金田一少年杀人案件下集 换碟完毕 我们继续 金田一在废弃工厂中醒了过来 他注意到自己的包已经被人摘下了 金田一第一时间就确定了手枪的安全 还好枪没有被人拿走 原来昨天出现在工厂的人是左慕 他给金田一带来了换洗的衣服和吃的 左慕说自己在平板里装了GPS 所以跟了过来 休息了一会之后 金田一反应过来 按照顺序的话 现在野中小姐应该也陷入了危险 金田一拿走了左慕的手机 给五慕先生打去了电话 询问野中小姐的弟子 此刻五慕先生正好在医院遇到了督主先生 两人都调查到了五慕先生的星座 可能和医学有关 督主先生了解到 五慕先生在之前采访了很多医生 五慕先生告诉金田一 野中小姐住在横滨的日落酒店 他为人谨慎 应该是用的假名入住的酒店 为了以防万一 金田一还是让五慕先生 给野中小姐打了个电话 让他多加小心 挂了电话之后 金田一坐了下来 在追捕犯人之前 他打算先解开目前的两个谜题 第一个是五慕先生隐藏原稿的具体位置 所有的暗号线索 就像是在传接立邦一样 现在传到的野中小姐这里 如果按照这个顺序找下去 最终应该就可以找到知道原稿位置的人 第二个谜题是 杀害五慕先生的凶手离开书房时 为什么没有留下任何脚印就消失了 如果是利用了下雨的轨迹的话 金田一觉得这不太可能 下雨应该只是偶然 但是现在也不可能回到案发现场寻找线索 如今只能顺着暗号这条线继续下去了 金田一借用了停在工厂门口的自行车 再次踏上了寻找凶手之旅 很快金田一就来到了日落酒店 当然警察也得到了消息 正在赶来的路上 金田一如愿见到了野中小姐 因为五慕先生提前和他打过招呼 所以野中小姐并不排斥金田一 他告诉金田一 他的口信是到我这里结束 金田一一下子就反应了过来 之前是他弄错了 重要的并不是口信的内容 金田一让野中小姐一定要小心 可以寻求警察的保护 然后顾不得多说就离开了 然而还没等金田一走远 躲在暗处的犯人就出现 并且将野中小姐杀害了 野中小姐发出了惨叫 马上引起了金田一的注意 他立刻跑了回去 但是已经于事无补了 警察也刚刚赶到现场 这下金田一彻底说不清楚了 金田一藏在一旁的树丛里 以此躲过了警察的追捕 刚好有一个在踢球的小连海路过 金田一就让他帮了个忙 另一边都主和五慕 都因为担心野中而来到了日落酒店 等他们和警察一起走后 小连海给建设警部带来了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 我只有死路一条了 对不起大叔 警察追寻着金田一逃跑路线 一路来到了一个闲置的厂房 金田一听到警察来了 举起手枪转过身来 建设警部提出让他和金田一谈谈 他走到了厂房二楼 希望能够劝导金田一把枪放下 但是一直被误会的金田一 此刻已经走投无路了 如果最终的结果都是被抓起来 那还不如一事了之 另一个警察也跑了上来 他举起手枪 让金田一乖乖就范 金田一捂着胸口 他不敢相信 建设警部为什么不信任自己 然后就倒在了地上 很快救护车就来了 建设警部跟着金田一一起上了救护车 他沉浸在了自己 失手杀了金田一的悲痛中 个鬼啊 其实这一切都是金田一设计好的局 他在给建设警部的纸条上 用果子写下了真正需要传递的信息 向我开空腔 而建设警部也敏锐的发现了这条线索 并且配合金田一一起演了一出戏 因为说自己只有死路一条了 要放弃这种话 完全不是金田一的性格 金田一也相信建设警部一定能够发现端倪 金田一胸口的血其实就是番茄酱 万幸没有因为气味而露馅 想要从刚刚的情形下逃脱 就只有这一个办法了 建设警部也告诉金田一 之前受伤的那个警察主动告诉他 其实是金田一主动救了他 枪也是不小心弄掉的 所以建设警部一直以来都相信着金田一 当然金田一拿走的手枪还是违法了的 不过这一点不用担心 建设警部会好好瞒过去的 但是毕竟金田一现在还是嫌疑犯 不可能让他这么悠闲下去 建设警部问金田一 是不是有什么破案的头绪了 金田一告诉建设警部 他已经知道了吴柳先生的原稿放在哪了 但是现在还有一些凶手的作案手法没有解开 所以他需要在犯人之前回到案发现场进行调查 这就需要建设警部帮忙了 夜晚建设警部偷偷带着金田一回到了别墅 案发现场没有遭到破坏 除了案发时间的地板被水淹了 而现在水已经干了 金田一想起来他刚刚进入书房的时候 地板还没有被水淹没 尸体所在的位置也并没有玻璃碎片 这也就是说鱼缸是在吴柳先生倒下之后才被打破的 而且这个水槽很大 不可能是不小心弄到的 犯人打破水槽一定有什么别的目的 金田一拿起玻璃碎片 然后环顾四周 突然像是想到了什么 他拿出了当天晚上的录像 终于意识到了违和感是从哪里来的 也找到了凶手要打破鱼缸的真实原因 他也知道了凶手是谁 但是现在还有一个谜团没有解开 那就是犯人是如何不留下脚印的从书房离开的 建制警部帮金田一画了一张房屋的布局图 偏误的三个房间都是独立的户部连接 也没有可以让人出入的窗户 金田一将目光放在了另一侧的卧室上 他想起当天晚上八点 有人接到电话说卧室的空调坏了 金田一检查了卧室并且试了一下空调 然而空调并没有坏 金田一找到局长先生 询问他当天晚上接到电话之后做了什么 局长先生说他想着要好好换一下气 所以打开了卧室的门 金田一请求局长先生再演示一次 卧室的门被打开之后 出现在眼前的正是那个连通着书房的小庭院 看着小院中各个房间的布局 金田一终于弄清楚了犯人的手法 谜底已经全部解开了 第二天的凌晨 犯人果然偷偷潜入了别墅 然而金田一和建制警部早就在别墅中 等着犯人出现了 金田一判断 当天宴会上 犯人应该也是从一开始就解开了暗号 等着金田一从大村口中知道了下一条线索之后 再一路跟着金田一 并且按照顺序将知情人一一杀害了 而凶手这么做的理由 就是为了不让别人接近原稿 因为原稿里出现了他的名字 如果被人看到了原稿的话 他杀害吴柳先生的真相就会被人发现 而口信到野中小姐那里就停止了之后 犯人也明白了暗号的真正含义 重要的不是暗号的内容 而是暗号传递的顺序 是从谁传递到谁那里的 大村时任桂木 将桂的读音改成钟 然后将名字的第一个字连起来读 最后再加上野中的谐音 也就得到了最终的答案 在大石中里面 今天一同大石中里拿出了储存卡 剑齿警部也展示了新发现的证据 现场散落一地的玻璃碎片 有一部分其实是眼镜的碎片 其实是凶手在和死者搏斗的过程中 不小心把镜片弄碎了 为了掩盖这些碎片 凶手就把鱼缸给打碎了 而这起连环杀人案的凶手就是 都竹先生狡辩道 自己不过是解开了暗号 所以才来的难道不行吗 就算原稿中出现了 他的名字又能说明什么呢 并且难道有证据 能够证明那些碎片 就是来自他的眼镜吗 今天一却说 自己掌握了证据 他拿出了当晚的录像 并且指出 派对中和发生事件之后 都竹先生所戴的眼镜不一样了 都竹先生说 自己不过是换了一副背影眼镜罢了 但是今天一却说 仔细看的话就会发现 派对上的这副眼镜 透过镜头 都竹先生的脸部轮廓 显得有些凹陷 杀人事件之后 都竹先生的脸部轮廓 透过镜头鼓了起来 这就说明 一开始都竹先生戴的是 一副近视眼镜 而后来换了一副老花眼镜 因为和五六先生搏斗之后 弄碎了眼镜 如果不戴眼镜出现的话 肯定会被人怀疑 所以都竹拿起了 五六先生的老花镜 作为自己的伪装 如果是为了转换心情 把近视镜换成老花镜 这再怎么样也说不过去吧 独卒先生依旧不愿松口 他质问金田一 那脚印的事情又如何解释呢 金田一不慌不忙的说 至今已经解开了这个轨迹 接下来他就要为众人掩饰 如何不留脚印的从书房离开 首先站在书房的门把手 并且抓住门 然后利用门的移动 来到旁边的门上之后 把书房的门再关上 再用同样的办法 来到最侧边的房间的门上 此时别管和本管之间 还有两米的距离 按照常理是没办法 用原来的方法移动过去的 但是利用一通电话就可以做到 当天晚上八点 局长先生接到的那个电话 就是独卒先生打的 局长先生有严重的耳背 根本听不出来 是不是吴柳先生本人打的电话 他在听到卧室的空调坏了之后 来到了卧室 并且打开了门通风 因此独卒就可以借助 局长先生的帮助 顺利的离开现场 但是局长先生 到底会不会按照自己的希望 去采取行动 这个并不在 独卒的计划之内 但是他只能赌了 结果就是独卒顺利的将嫌疑 都引到了金田一的头上 事到如今 独卒也逃无可逃了 吴某先生质问他 为什么要这么做 独卒也只好将真相合盘拖出 独卒先生说 当时在医院和吴某先生偶遇的时候 他说自己是去医院调查的 其实他是去探望 自己的未婚妻麻医子的 独卒先生撩起了衣服 展示了在侧腹部的伤痕 这是栽除用于移植肾脏的手术痕迹 当年他和麻医子准备结婚 但是却发现麻医子患上了 足以夺取他生命的严重生病 只好麻医子的唯一办法 就是移植肾脏 而麻医子并没有家人 可能是上天眷顾 独卒先生的肾脏 竟然奇迹般的和麻医子匹配 但是命运再一次 向他们开了玩笑 手术失败了 只是单纯的手术失误 却需要再等下一个匹配者出现 这样的话 麻医子活下的希望将更加渺茫 就在这时 有一个医生找到了他 他说可以优先安排 和麻医子匹配的肾脏 但是要求他一起走私器官 这个医生看上了 督卒电视导演的身份 在运送可以出售器官的 外国捐赠者时 只要伪装成演员 就很容易获得牵责 即使是令人作呕的 恶魔般的行径 但是只要能拯救自己的未婚妻 督卒先生就只能跟着他一起堕落 而这件事情被橘五柳发现了 督卒先生请求他 不要出版这个作品 但是五柳先生却非常愤怒 他质问督卒 如果还算是个记者的话 就应该知道自己做了多么可怕的事情 他直言督卒就是一个堕落的人渣 想到原稿出版之后 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将白费 麻医子也就没救了 督卒只能选择把五柳先生杀了 但是就算自己是一个杀了五个人的人渣 自己也有存在的价值 说着督卒拿起一把尖刀 刺向自己的腹部 他撑着最后一口气 请求大家 把自己的另一个胜账 移植给麻医子 他很后悔 如果一开始就选择这么做的话 也不会有这么多无辜的人死去了 他也很抱歉 把今天一卷了进来 他回想着自己和麻医子的美好时光 昏死了过去 为了快速把肾脏送到医院 监视警部请求了直升机的资源 事件终于解决了 梅雪选择的一颗心 也终于可以放下了 五柳先生的遗作走私器官 在五柳先生工作的出版社发行了 大受欢迎的同时 也给医学界带来了很大的冲击 五柳先生特别要求 将文中督卒先生的名字隐去 改成了一个代号T 麻医子的手术这一次终于顺利进行 他说自己会好好活下去 背负着督卒的罪名一起 但是今天一告诉他 只需要带着幸福活下去就可以了 因为这也是督卒先生一直以来的心愿 回到了学校里 左目想着要不要试着写一下祭司小说 就写以今天一的逃亡生涯为内容的 今天一少年的杀人事件 今天一也顺利回到了学校 梅雪埋怨他一直没有联络自己 让自己担心了好久 在梅雪和左目的强烈要求下 今天一被狠狠地敲了一顿 杀人的生活也终于归为平静了 至此今天一少年杀人事件落下了帷幕 这集其实说实话上篇还原的还不错 但怎么说也不过是跟前几集比较来看 显得还行 说实话 要不是答应了大家 要把五代真人版给大家解说完 我是真的看不下去了 今天一杀人这集在原作中是为数不多的 今天一梅雪糖发的飞起来案件 结果真人版梅雪就出现了几分钟 编剧我们这么讨厌梅雪 要不然就怕梅雪删了吧 反正你觉得把梅雪剧情删除了也不影响 什么玩意儿啊 原作名场面也整没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评价了 圣殿岛下篇收视回暖 是因为大家都想看杀人手法 老案子谁不知道谜底啊 估计收视要扑街 虽然已经扑街了 我也不知道评价什么 喜欢今天一的看看我的置顶动态吧 有全集动漫解说 那我们下期原创故事 小范易文录再见 这期必是糖分拉满 我保证下期再见 默默的